清洗油烟机就是如此轻松简单 在清洗之前,请您务必切断电源,以免在清洗过程中触电 另外,请记得一定要佩戴防护手套,保护好您美丽的双手 清洗油烟机表面的时候,可不要用清洁球、刷子、摆结布及粗布等粗糙布 因为它们会划伤机体表面 还有,千万别使用含盐的溶液、消毒剂、挑白粉以及强酸强碱清洁剂 因为这些溶剂中大部分含有有害化学物质,会腐蚀油烟机表面 如果您不小心将这些溶剂滴到了油烟机的不锈钢面板 要立即用湿布擦拭,然后再用干部擦干 清洗油烟机的正确方法是,使用中性造液或者中性洗涤剂滴在有污点的地方,并短暂停留一会儿 然后就可以使用柔软的抹布将污点擦去 再用微热的毛巾将清洁剂抹去 最后,用柔软的干毛巾擦干机体 在把油杯放进油烟机之前,您可以在油杯里稍微放一点水 再加一点洗涤剂 这样当您需要清洗油杯时,油渍已自动溶解,油杯自然格外好清洗了 当您加油杯内的储油达到油杯容积的三分之二时 这时候就需要及时进行油杯清理了 叠翼板的日常清洗,只需在每次做饭后,用柔软的抹布轻轻一抹即可 当您需要对叠翼板和油网进行深入清洁时 您只需抓住叠翼板前沿向下翻转 使叠翼板卡扣脱离 再向下翻转一定角度,即可取下叠翼板 然后,把清洁剂喷到油网上 等待一小会儿